全明星4彭尊拍片撇霸凌事件 郭洪志 林玉书私下真实互动曝光 林玉书退出第四季全明星运动会后掀起一阵风波 一度甚至传出黄队霸凌等争议 对此 黄队的队员彭尊在路玩冠军赛的隔一十五日晚上 上传了一支名为正式澄清霸凌事件全明星运动会的影片 亲自澄清黄队绝对没有霸凌或排挤别人等行为 另外也在影片透露 郭洪志私下其实花了非常多的心思在和林玉书沟通 彭尊在影片中表示 郭洪志在这半年的赛季中 花了最多的心思在黄队上 其中在林玉书比匹克求时 郭洪志还特别交代因为玉书状况不太好 郭哥特别把我们六个男生叫过来说等等不管怎么样 你们被打出局都没关系 但一定要守住玉书 不准他被打出去 彭尊透露 郭洪志除了花时间陪伴黄队训练外 还要兼顾家庭 常常必须要往返台南 他花这么多时间跟每一位队员沟通 甚至我觉得他花更多的心力在跟玉书沟通 可是今天却好像变成一个好像是伤害别人的角色 他也拿自己做举例 在赛季期间也曾汉曾异详 壮壮起过冲突 但这都是团体生活可能需要磨合的地方 我黄队的队员 从来没有去霸凌 去排挤别人的行为 这个字眼让黄队非常受伤 是莫须有的指控 感谢您收看猫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 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让我知道你的想法